中国女排备战澳门战 朱婷归队助阵奥运门票争夺 5月21日 阳光明媚的早晨 中国女排一行队员陆续抵达澳门 他们将在这里参加即将举行的 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澳门战比赛 这次比赛不仅是对队员们 技术水平的考验 更是对他们团队凝聚力 和竞技状态的全面检验 在众多队员中 备受瞩目的主攻手朱婷 也于当天抵达澳门 她的回归 无疑给中国女排 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和动力 朱婷 这位中国女排的领军人物 一伤阔别国家队两年多的时间 但她的名字和身影 一直牵动着亿万球迷的心 此次回归 她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 更是为了助力中国女排 争夺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在抵达澳门后 朱婷迅速与队友们会合 共同投入到紧张的备战训练中 据了解 参加本次时联赛 澳门战比赛的16名队员 分别是 袁新月 朱婷 刁玲宇 高毅 龚翔宇 王媛媛 张昌宁 王云露 李盈盈 郑义心 丁霞 倪非凡 王梦杰 吴梦杰 庄宇山 王文涵 这支队伍汇聚了中国女排的精英力量 他们将携手并肩 共同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 此前 朱婷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发文 正式宣布在2024年 世界女排联赛期间回归国家队 他表示 此次归队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中国女排夺取巴黎奥运会 参赛资格尽一份力 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球迷们纷纷为朱婷的归来 送上祝福和期待 澳门战比赛将是他 阔别国家队后的首次亮相 也是他向世界展示自己实力和状态的重要舞台 2024年 女排式联赛分战赛 是争夺奥运门票的关键之战 在本次式联赛分战赛结束后 将根据最新世界排名 产生最后4个巴黎奥运名额 因此 每一场比赛都至关重要 每一次得分 都可能影响到最终的排名结果 中国女排 作为世界女排的一只竞旅 自然对这次比赛 充满了期待和渴望 在本次式联赛 首战里约战的比赛中 朱婷并未出现在参赛名单中 然而 中国女排 依然以三胜一负的成绩 结束了里约战的比赛 世界排名暂居第六 这一成绩 虽然不错 但队员们深知 要想在奥运门票的争夺中 占据有力位置 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 中国澳门战的比赛 将于北京时间5月28日 至6月2日举行 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中国女排将先后迎战 荷兰队 日本队 泰国队 和意大利队 这些对手实力不俗 都是世界女排的强队 然而 中国女排的队员们 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畏惧或退缩 相反 他们更加坚定了信心 决心要在比赛中 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为中国女排 赢得更多的荣誉和胜利